你这次到天津来咋来的 天津大来的 坐飞机来的 飞机舱门口进得去吗 门口还行 挺宽散的 厕所上不去 就是那个道啊 我这这么走的时候 这边刮一下的 这边刮一下 后来我先侧着走吧 收着点 这么这么这么的进去 挤到位置的时候 我和旁边那个美女说 我说要不然我坐里面吧 万一你要是出去 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你得爬出去 这洞的实在是不方便 他刚才在这动得两下 这玻璃蹭得多 其实我在这边不敢太动 你对这工作还顺心吗 还可以吧 我现在在一家药店上班 在一家药价上班 你是做销售员 但是销售不是太理想 可能也是因为 与我这个个人形象什么的 都有关系 我觉得你这个个人形象很适合 很忠实是吧 而且非常诚恳 但是现在就是年轻人 消费的群体 就是它消费比较高一些 来个美女买款减肥药 我就拿出来了之后 把这个款产品的各种优点 你卖减肥药 那是没人买 确实是 你别卖减肥药 你卖别的呀 别的药还可以吧 就是说经常都遭到拒绝 卖超 平时接老婆上下班吗 接 你拿什么接最关键 家有台下历 有台下历 下历 当然我压碎了 刚买的那样是 简直没换过 等我俩出去这样的时候 基本上一年得换一趟简直 车的质量不行 老是我给压的 换两次换两次 换两皮卡 我也有这种想法 你刚才说 你以前认识他的时候 才两百多 怎么长了一百多 体重主要就是 我们俩14年结婚 然后结婚之后 他就不是一个人过日子了 这双方的家庭 自己的小家庭 就是种种方面的原因 再一个就是 半年之后 我爸爸查出来 患了鼻炎癌 然后我们俩几乎是 亲近家中的所有 又借别了亲戚和朋友 为他治病 但是也没能帮助到老人家 他16年5月份的时候 还是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人活着 是不是有点太累了 因为我爸 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他突然间就没了 我一下就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 然后回家了之后 我们俩也经常地吵架 在一个家里人 也催着我们要孩子 亲戚邻居说 不行的话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这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他们就觉得我 可能是因为胖 后来我俩就严 各种治疗 各种吃药 大概有半年吧 吃药之后 然后我确实意外地怀孕了 那时候心情也放松了 就不管了 愿意怎么样怎么样 就怀就怀 不怀就这样了 然后这喜气来了 我得补啊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差呀 我的儿子 我得让我儿子身体棒棒的 然后就各种营养 各种美食就开始补 怀孕期间胖了将近80天 你应该不显怀吧 对 大爷我说 你这孩子在哪呢 我说你慢一点 我这儿子确实在里面 怀孕特高兴吧 确实是 但也受累 第三个月开始 我就出现了三高的情况 血糖也上来了 血压也上来了 血脂也稍微偏高一些 我说这下完了 啥也不能吃了 我儿子就不得缺营养啊 你还缺营养 你的底子够好了 那我也得让我儿子补上来 你每次出去产检 去医院费劲 必须得坐车去 每次产检 卵超都陪着吗 必须请他 不请他能行